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的拉密定律的解法 那拉密定律的主要工作呢 就是要把三個力量彼此之間的夾角給找到 所以我們來找一下 第一個比較簡單的是這個 正向力N跟這個物重80 它們之間的夾角應該是90度 OK 好那第二個 這裡是37度 所以說 來我們畫個牽錘線的輔助線 這裡37度 這裡就是 就是 37度 對不對 好那這邊既然37度的話 我的 這個角度 是不是就是180度 減 37度 OK 好那對面呢 這邊37度 所以 我這個角度 就是 53度 好那這樣的話 對邊的這個夾角 是不是就180 減 53度 好 當我三個力量的夾角我都找出來之後 我就可以開始來用拉密定律了 拉密定律說呢 拉密定律說什麼 拉密定律說 所以 1-37度 會等於N 跟Sine 180度 減 37度 的一個比值 那接著它會等於什麼 是 1-37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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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 那Sine 就等於 Sine 所以就會等於 5分之3 OK 那Sine 18-53 就會等於 Sine 的 53度 那就會等於 5分之4 好那交叉相乘下 你的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 張力的大小 應該等於 T除以1 等於80 除以5分之4 所以張力大小 應該是 100 公斤重 那 正向力大小呢 N除以5分之3 會等於 80除以5分之4 所以正向力大小 算出來 就會是 60公斤重 好 這是這一題的 拉密定律的解法